今天特别讲到说 刚刚讲的李先生绝对没有干预市政 也绝对没有约谈局处所长乔志勤来乔标案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针对钱康明所说的 可是钱康明有几个我觉得他要不要交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说 今天Jack他有办过造势活动 你去跟他谈一谈 有没有讲说这件事情就全部交给Jack去处理 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交办给文化局 你在交办给文化局的时候 中间什么时候你回心转意的 什么时候改变的 什么时候从文化局又变成是 交给新竹县市政府的不动裁商业同业工会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讲说Jack 钱康明的脸书里面贴的都非常的清楚 他一开始说你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找Jack处理 然后后面你找Jack谈 然后最后就叫你不要管全部都去找Jack 可是Jack是谁 Jack是李中提 李中提他唯一的身份就是高航湾的男朋友 不是到底有没有讲这些话 你到底有没有跟钱康明这样讲 如果钱康明没有这些话 你前面那钱康明就代表你是伪造的 你人是有诋毁哦 那你要不要去告钱康明 对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到最后呢不是有个七页传说吗 那个PDT我们看一下 那个PowerPoint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钱康明的说法说这七页是谁给的 是李中提给的好李中提为什么要做这七页 难道呢他有 闪耀大新竹 对我们没事弄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啦我合理怀疑你 通常你做了这个PDT之后呢 你就是准备要去募款 你就是准备要去处理这个案子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受益 让他去做的 现在这件事情要讲清楚 如果新竹市政府高宏安讲说 这个东西新竹市政府说 这东西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谁做的 李中提做的吗 李中提做的话 你凭什么会有新竹市政府的logo 你是谁 你这个有没有伪造公文书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要去查这个东西 可是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钱康明 就到目前为止 对大家就是隔火交锋 讲完就跟烟火一样 讲完就算了 都没有人要去查 如果真的要下去查的话 这个一定会开花 当然我们要讲的 今天民众党的市议员 也有出来指揭这个钱康明 当然钱康明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走在法律边缘 刚刚讲在这两边 可能都有问题 可是最关键的是 还是在于 你李中提的角色 你到底有没有借势借断 你到底有没有在 这个所谓的新竹市行走 你在新竹市行走的时候 你到底办了哪些事情 还有更关键的是 今天刚刚讲的 怎么这么巧 你的车子是建商 你的房子是建商 你的活动 你要把你背书的是建商 然后李中提住的房子 我们今天才知道 这房子不是随便人可以去住的 对 而且我们去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标准建筑 标的建筑 很多的 刚刚讲的室内设计公司 都是用这个 这个设计里面的设计 作为招牌的 好 我们先讲一下李中廷 他到底是什么角色 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我们有一张照片 在过去来讲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看 他在新竹市政府 有没有角色 他当然是有角色 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的角色就是一级主管 一级主管 他的BMW 他的车停在哪里 就停在这个新竹市政府 一级主管的一个公务车位 你公务车位可以停吗 我们跑新闻跑这么久 等一下 这是他的BMW的车子 那你今天停在哪里 今天停在的是 市政府一级主管的公务车位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他绝对没有干预市政 绝对没有约谈局处中央 乔治晴 乔镖案 他跟他绝对采物独立 绝对不是外界所说的 白手套 好 我们再讲一个 昨天我们这个天文老师告诉我们了 有两种公务员 一种是你考上去的身份公务员 另外一种是授权公务员 那这个BMW可以停在市政府的 一级主管的公务车位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谁授权给他 不然你怎么会有BB卡 这都是由于管控的哦 你为什么会有BB卡 然后呢 我告诉大家 不要觉得说呢 这个车位很多啦 一级主管 就是这几个 画上面的话 上面就会写文化局 车位上面 通常每个县政府 就会写文化局 那我就很想知道说 他停的到底是哪一个车位 他停的上面 到底写这个什么东西 所以呢 你跟他 今天刚好还一直讲说 他没有瞧事情 他那边没有任何角色 你没有任何角色 你这公务车位怎么来的 BB卡 谁开权限给他的 不然你怎么有办法 打开那个柵栏 你没有公务卡 也进不去的 当然进不去啊 连记者都车车都不能停那边了 他为什么停那边 所以呢 今天刚好还要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东西 权限是谁开的 如果没有人开权限 他怎么停的进去 那开权限的话 你上面的原油是写什么 你一定要有个原油吧 一级主管就那几个人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不可能多一个坑出来吧 如果你今天讲不清楚 这个事情的话 你就无法证明说 他没有来涉入新竹市政府 因为车位清清楚楚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不会有一级主管车位的 一个停车位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 保洁哥他就不可能 进到回建筑 在新竹县市的建商 不只是低调 而且他们能力非常的强 他可以决定要不要卖 这个案子给他 给你 所以你想要在新竹县市 买到房子 不要说回建筑 一般的房子 两千万的房子 你要怎么买 在台北你就去代销 排队 进去跟他买 你在新竹要透过人脉 你没有透过人脉 你买的没房子 真的假的 我讨论了这么久之后呢 我一个好朋友在跟我讲说 你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吗 重点是他可以进入到 回建筑这一个地方 回建筑很了不起吗 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人卖 你去跟回建筑讲讲看 他会理你吗 倡议会理你吗 他这一栋是非常漂亮的 他刚好是一个三角 然后旁边用面糊 可以直接看这个 新竹市政府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Landmark 是一个指标建筑 尤其他那一层 另外一边就是建商的 我觉得他那一层 就是特别保留起来的 不太可能给一般人 更何况 租给一般人 我这个东西 弄了这么多钱 弄坏这块土地 你在新竹市政府 你在新竹市 不是我有钱 什么房子我都可以买到的 对 所以为什么有一次 大家的新闻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还要有Kamzan的 对 你还要有Kamzan的 因为这个董工就是几户而已 不是你阿猫阿狗 就可以买的 更何况你用租的 租下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面的一些装修 其实他们都弄得非常高级 新竹县市的这家豪宅案 装修都比台北市还高级 因为台北市 它的基地面积太小 副地太小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这么大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你看三面采光 你就觉得这个也还好嘛 好 这个动作就很大 台北市很少会有这种中岛 然后上面有这个排油烟机的 为什么 太小了 对 太小了 然后呢你这个管线不好走 老公 我看啊 之前讲说回建筑是三面采光 我还感觉不到 如果你用这个大客厅 我就可以感觉到 它是为什么要三面采光 它的客厅去全包了 对 所以我需要三面采光 才有那个豪气的感觉 对 这个是豪宅的感觉 台北市你就要花到一亿两亿 你没办法三面采光 还有台北市 我们家的客厅只有一面光 保健哥再加油 总有机会到三面采光 这个中岛台北市新北市的中岛 很难让你明火煮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走管线 这一个是一个抽油烟机 这是一个中共式的抽油烟机 它敢这样做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够大 然后上面这个管线有办法埋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什么叫好建筑 什么叫做豪宅 这个是什么 保健哥 这是一个三角的钢琴 三角钢琴不是你说你家里女儿要学钢琴 你学钢琴 那要够大呀 对 这个就是要够大 豪宅的标配 我也有一个亚马哈的 不过是直立的 那就是比较穷的感觉 你直立的就是只能靠在墙边的 这也靠墙边的 那你那个补习班有什么两样 人家这个东西就是来给你看说 我们家够大 可以放得进三角钢琴 这是真的豪宅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每个来看 这个东西 你觉得你建商弄这个东西 弄得这么漂亮 那李仲廷那一户呢 你这么大 你的客厅就50坪 你这么大 你那个T字没有弄出来吗 而且我刚才讲 你三面采光 你三面采光 我现在才看懂一件事 三面采光这些不能隔房子 这也很难看 三面采光这一半的 大概就是你的客厅跟厨房了 其实你虽然号称是100多坪 后来我们去查了很多回建筑里面 它里面的东西 100多坪 两房 多百多只有两房 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把这个梗开阔留下来 但是李仲廷你要给大家知道说 你这房子是怎么样的 你只租套房一间 那你的客厅呢 这个东西弄下去 你一个月五万块 我看你这装潢 搞不好没有两千万起不来 那如果这装潢是两千万的话 到底算谁的 为什么这个李仲廷 真的那么喜欢租 租那个五千万的回建筑吗 对啊 不是嘛 对啊 那个是投名状 什么投名状 当然是投名状 我不脏一点的话 我怎么参加你啊 我就表示我要污染 我们很多人在 你看到那些喝花酒的 对 台南的那些什么 台南的那些官员 去什么 嫖气 对 接受性招待 然后去酒店为室的 你说我问你 他真的在乎喝那摊酒吗 不是的嘛 他喝那个花酒代表什么 代表了后面 我们是到底的嘛 聊下去啊 聊下去啊 做会 要给高中仔来做会谈嘛 那个是一个后面要犯罪 要贪污的一个行为的开始 你知道在日本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 池上疗愈的盛唐教父 盛唐教父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那那个在白的影子里面 他是当一个国会议员的助理 后来他选国会议员 选国会议员之前 他要加入一个非常大的帮派跟财阀 财阀之前 他要做一件事情 当着那个老大面前玩一个女人 你要当着老大面前玩一个女人 你才是我们港共耶 对啊 那就是同名座 大家同名座 所以他住他的豪宅 坐他的豪车 就是我也搞脏了嘛 就我接受你的 你的馈证嘛 接受你的招待嘛 然后住你的豪宅嘛 然后接受豪宅之后 然后他今天高豪宅 在这种千夫所指之下 他告诉你说绝对没有 你看你看底气壮 底气强不强 强 强的不得了嘛 所以那这个李中庭 李中庭就当了人职 就是等一下同名座 就住在里面 然后就跟建商说 好 那你 你接受我招待 接受我招待 百亿的工程在后面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两个工会加钱 去把这两个新竹县 新竹市工会里面的同业人员 他们工会会员的资产加钱 搞不好上兆 没有想到新竹市这么小的地方 充满了一团的迷雾 刚刚吴总曾经讲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代表 我两个不动产的同业工会 力挺高弯 力挺高弯真的有效果了 你就看到今天民进党 民进党本来他的市议员 每天开会 每天开记者会 炮轰高弯 今天突然演兵席鼓了 演兵席鼓之后 刚刚讲的民众党 居然就跳出来了 而且民众党今天跳出来干嘛 把炮火对向了钱康明 对向钱康明他在指责 他是李国璋 宋品银 还有郑庆青 三个批说 你在处理儿童太险馆 跟窄眼中线的时候 私下跟某厂商密切接触 而且你在跟这个人 密切接触的时候 你还多次邀约 刚刚完也私下 跟厂商会面 遭到拒绝 所以这么深 大家都有问题 保险哥 我们再讲一次 这个同业工会 新竹县新竹市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 这叫军令状 这个军令状是给谁的 给民众党看的 也是给民进党看的 昨天我们讲 今天民众党大众都开记者 会去咬这个钱康明 昨天柯文哲怎么说的 让子弹飞 不敢表态 今天连柯文哲都表态了 柯文哲说 柯文哲今天都表态了 对他讲一句非常非常关键的话 他说高宏安 十个里面有八个是假的 但下一句才是重点 他说 小心哦 你民进党 可能反烧到自己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 他昨天才讲 适可而止 今天小心反烧到自己 反烧到自己 这意思就很简单嘛 说今天高宏安如果会有问题 他的问题也会跟林志坚 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柯文哲 高宏安昨天跟他叫板 说柯文哲赶快表态 今天真的表态了 但柯文哲表态不是因为高宏安 而是因为这份军令状 他看到这个军令状 讯号出来了嘛 所以开始打了 就是第一炮 咬钱康明 后来大家搞老半天 前面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说是什么 狗咬狗一嘴毛 为什么 因为钱康明后面也是有人啊 他后面有人 也是有建商啊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办活动的人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他讲说 今天更大的案子哦 你什么跨年晚会先去旁边啊 小case 第一个案子 鹅探馆 再第二个案子是什么 展演中心 两个加起来多少钱 不多啦 14亿耶 所以你那跨年晚会几千万 那个什么皮毛 14亿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肉 像我们这种没有见过市面的几千万很多了 要硬来硬去啦 对 而且他要的是什么 他来得更硬 他说什么 过去被批爆说主持人啊 找自己学妹啊 那个还算小咖 他直接找谁 远东 跟你讲远东张刚伟 张刚伟什么意思 他今天如果让他进来的话 他是要他做什么 说张刚伟这个我认识的厂商 过去这两个案子一直流标 希望高宏安可以私底下会见他 高宏安怎么敢见啊 你这个见下去变成叫什么 绑标 变成叫什么 私相授受 这些案子都应该要走公开的程序来弄 所以你说这个钱刚明 这样算不算瞧案子 代表他自己也在瞧案子嘛 他自己也在弄这些相关的东西嘛 搞不好你张刚伟根本是外来一种 外来一种凭什么来拐新竹的事情 没有错 所以这不是党人财入的问题 是我们大家都已经call好了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叫什么 谁办话联网会的 倉议建设在这边呢 今天你以为说倉议建设 为什么柯文哲会讲说你小心烧到民进党 是高宏安今天第一天认识他吗 高宏安自己去接触倉议的吗 才不是 这是行之有年 为什么过去新竹市大家讲说叫倉议市 去看一下有一种叫做什么 非住宅的住宅 什么叫非住宅住宅 他盖在一些非住宅用地 比如说工业用地啊 商业用地啊 通通都把它盖起来变成住宅在卖 这个谁最擅长 倉议建设最擅长 不是我空口说白话 大家可以去查开罚记录 倉议建设被罚了多少 但你说被罚他应该是个劣职厂商吧 结果不是耶 还进到一个单位叫做什么 叫做土地开发的评议委员会的评议委员 所以代表连土开还让他求援兼裁判 自己变成其中的议员 所以最后最了不起是什么 还是不动产开发协会 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金令状 所以倉议建设是完全整个抠起来 今天你钱康明什么东西啊 你是哪里来的 你是外来客耶 你外来客想要弄一个张康围 来去分这一杯羹 怎么可能会有你的份 所以当然现在一咬下去 金令状一下 不管是柯文哲 连民进党都晋升 现在高安有底气了 因为如果你要把事情继续延烧 继续上纲到最后面 倉议建设坐证在后面 你根本动也不敢动 连民进党都敢保证 民进党也不敢碰啊 好董事长 我跑了三十年的政治新闻 我跑过社长室 我跑过总统府 我跑过这个 跑过所有的选举 我自以为我很懂 今天看了新竹市 我觉得我要重修了 大概在三四天前 柯文哲就打电话给高航安 就问他这个什么事情 什么情况 因为他是他主席嘛 所以他就回答他 然后他跟他讲说 他有准备好 他可能会反击 那反击的案子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 演展展演中心这个标案 结果柯文哲大嘴巴 就把他讲出去了 柯文哲讲出去了 他就是刚刚那段话 你小心要自己被咬到 就是你要知道说 他高航安会反击嘛 就大概不是谣传说 柯文哲不是谣传说 高航安会反击嘛 就是反击钱康明这件事情 就是展演中心这个事 那为什么钱康明不怕呢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事情后面 张刚为是刚刚坐牢出来 他刚刚犯罪刚刚关出来 张刚为的背景也很复杂 你知道吗 他反正在黑的白的 都搞一大堆 那所以这个第一点 所以张刚 所以钱康明当时就约 这个要约这个 这个高航安见面 对 高航安没有见面 就谁见面 谁见面 高航安的秘书跟他见了面 然后他们谈话 秘书跟张刚伟见面 张刚伟见了面啊 跟钱康明见了面啊 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 应该秘书也 应该有做了录音 应该有录音起来 秘书有录音 当然录音 他不是傻瓜 他 高航安不见面 叫秘书见面什么意思啊 就是搞你嘛 这个钱康明是个傻子嘛 他就反过来 咬高航安嘛 所以这个 这件事情 他这个三个人开记者会了 已经准备了大概有三天到五天左右 现在终于要开了 那开那个 那问题到底是 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化联晚会 这是一个14亿 这个标案呢 本来是个工程标案 那钱康明的意见是把标案改成BOT 变成投资案 那BOT的话就用选商 就不用公开招标 所以知道 钱康明想该变成BOT 变成BOT案 那这个事情呢 被高航安拒绝 所以他当然不敢跟他见面嘛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什么原因 我问你 请问你嘛 他后面已经有参议了嘛 参议是新竹队嘛 张康明是哪里来的 哪里来 外面来的 不是 不是 应该台北队好了 算台北的 张康明已经是一个 他是坐牢 搞东搞西 反正不是新竹人 对 等于你钱康明带了外来的部队 要来 要来 要来这个进军 新竹的利益嘛 那我请问你呢 那现在这些 这些新竹队人怎么想法呢 当然是搞你嘛 对不对 今天搞他 所以开始发动攻击了 所以三个 所以踩到喉线 不是跨点 是这个 难怪这三个新竹 难怪这三个新竹民众党的议员 直接说 钱康明你处理 而探馆跟展演中心两个案的时候 私下跟某厂商密切接触 而且多次邀约 杠安私下跟厂商会面被拒 钱康明今天 就说了 对 他说如有违法欢迎提告 他不敢讲说 老子没有跟张康明我见面 不敢讲 他一直拉这个事情嘛 所以拉这个事情 才是他真正主要目的 因为求欢被拒愤而行凶 就把他逗出来了 好 浩泽 那这件事情刚刚讲到 他已经不是新竹市长 单一的事情 可逼都撩蕊了 我觉得民众党的状况 真的很怪 就是说 你今天柯文哲前面讲说 那个钱康明有事 没有错啦 今天看出来就是说 好像你们柴狼窝嘛 本来以为钱康明是好人 高康明是坏人 现在发现两边都是建商 只是不同挂而已 不同建商 那你把钱康明打挂了怎么样 你高火花的清白要去证明啊 你高火花为什么年纪轻轻 你非要住豪宅 坐豪车 这也是怎么回事嘛 李宗廷为什么初出入屋 李宗廷为什么可以去管这些 这些新竹市的这些事情 跟他有讲喔 他说李先生绝对没有干预市政的 也绝对没有约谈局处首长 也没有桥标案喔 而且我跟他财务独立喔 绝对不是白手套 也没有不当馈政 你每天一天都要跟局处首长 这货在一起干嘛嘛 你告诉我 钱康明能力不足 所以你去帮他募款 那如果将来建设局长 能力也不足 也是你去帮他做 那全部内干预 请他做副市长就算了 因为他又不是你配偶 你找他做副市长 你们夫妻两个吧 一直打市政治理好也很好啊 为什么他要搞一个 不清不楚的身份在外面 而且总是碰钱 你总是在碰钱的事情 你为什么需要这个样子呢 其实你今天只要讲一句话说 以后进入市政府 李宗廷不准进来 刚刚进去大家结束了嘛 不准进市政府 这很合理吧 我就一直问嘛 大家记得好龙兵老婆是谁啊 记得你知道卢兴的老公是谁吗 他们讲民进党说他是什么 民众党的林志庙 你知道林志庙的老公是谁吗 都不知道嘛 人家连碰都不会碰这事情 陈贝琴因为爱写脸书 大家知道 陈贝琴也不会打电话 去跟局所长 首长下指令 或跟局所长喝咖啡啊 你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接得干干净 那你今天为什么高宏安不做这件事情 就已经怪了 你柯文哲还不做 我觉得这很怪 而且柯文哲现在还在想说 等一下你说柯文哲不做是什么意思 柯文哲没有要求高宏安这么做吗 你今天都是年轻选票 对不对 你年轻选票是你大宗 你明明看到你的选票在流失 自己在流血 还容许他继续这样 事情也讲不清楚 最后讲出来只有一个咬钱刚鸣而已 他自己该自身清白的通通都没有 你为什么坐豪宅来坐豪车 我们就讲他讲说什么搭便车 我们炒真是这么久 只有低阶的坐高阶的便车 市长说我也是跟你局长讲 局长你上车来 院长说部长 我也是跟你讲你上车来 什么时候我反过来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市长院长 搭别人便车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看过 而且假议实话 全台湾从古到京 从有地方致死以来 谁搭过凯宴上班你告诉我 哪一个地方 没有吗 你告诉我哪一个 我一个都没见过 我一个都没 你都没见过 对啊 那你今天来讲 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你今天来讲 柯文哲理论上该要去处理 结果还不处理 那么他的民众还更妙 现在说什么 柯美兰要选 你现在出来选是帮 帮高安道歉吗 帮高安洗门风吗 让大家一个教训 你民众还有机会吗 我这完全到现在为止 我都看不懂柯文哲 大家在想什么 好那董事长 你想 柯美兰不会去选了 因为 整个新竹是地狱一尊了 不是 柯美兰怎么敢选吗 柯文哲在新竹没有地盘吗 现在新竹队的队长是谁啊 高宏安 是高宏安嘛 所以这个拍板是高宏安决定的嘛 所以高宏安看书世纪 第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 你忘记了没有 他马上把民众的两个植物辞掉嘛 他说 他讲 我主动辞的 不是你们帮我辞掉的 当然是主动辞啊 我跟你讲 你再逼他 他党员都给你干掉 他根本不甩你嘛 他这么凶 现在当然 仓义建设有几百亿在后面 他甩你啊 新竹你柯P有什么票 当然我的票强嘛 所以柯美兰不敢选的 不可能选 而且你看看 我觉得柯P也是看这两天情况 才搞清楚怎么回事嘛 新竹的老大队长 现在叫做高宏安 柯美兰没有我 高宏安同意 你选都不要想选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说柯文哲 到这两天才搞清楚状况 我觉得今天晚上看电视 看完无数家想法才懂 柯美兰不可能选 不敢选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那么严重 这个 讲错了 找我招牌 找你招牌 好 雨雪 刚才讲的 你随时就讲了 今天 这件事情 本来以为是高宏安犯的这些事情 他在这个 所谓的柯文哲面前 应该矮了一截 没有 他等于说 他的态势比柯文哲还强势 不是 反而是柯文哲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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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讲话 对 而且柯文哲 我昨天就讲过了 他为什么要去发表 这样的声明说 双持党职 大家看起来说 责任政治负责 少来啦 才不是这样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请职 他就是要柯文哲进行表态嘛 那柯文哲也不敢表态 你说高宏安 昨天丢那个动作 是要柯文哲表态的 对 而且柯文哲多么尖巧 你看喔 他说 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会议状况 通通泄漏给大家看 一直在说什么 这不是我决定的 不是我决定的 有一方正反 有一方反派 一方人说 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姑息 有人说不行 我们这个要持续挺他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各打50大半 选举决签设计委员会给你拔掉嘛 对不对 因为拔掉有话讲啊 他会说 我刚刚刚是市长 我要行政中立 所以这个选举委员会 我不要了 但是中央委员呢 请假了嘛 所以代表 他不敢让他离开中央委员 对 只是用请假的方式嘛 代表还要留一丝情面嘛 那柯文哲不是设立内任吗 当然啦 因为我讲 柯文哲你这叫什么 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你今天 如果要跟高文哲切割 你也是受伤 你跟他绑在一起 自己也是受伤 所以为什么他当时昨天 没有办法进行决断 但今天的底气就来了嘛 因为今天高文哲 展现的他是什么 政治成员 他的power 他的power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建商 来自于这些 整个新竹在地 真正有权力 有势力的那一块嘛 好 听伯 该讲的 这件事没想到 在新竹水这么的深 对啊 看起来 本来应该算是 绿营的金主 现在已经被全部收编过去了 真的假的 如果说 今天绿营去咬他的话 那变成绿营可能也会自己受伤 那过去的一些案底 会不会被人家整个掀出来 所以为什么今天高黄安那么细思淡淡说 没 都没 对 然后为什么没有人敢咬他 其实我觉得背后水真的非常非常深 但我还是认为公道自在人心 而且司法正义应该要彰显出来 因为民众可能没办法去做这种政治判断 而两边的阵营可能在互咬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还是强调 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留下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你说高黄安一直否定说 他没有授权给他的男朋友 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口头上有人证物证 这些东西其实应该跑不掉了 这个文化局长他本身来讲 他也知道这个整体的状况 可是文化局长今天钱康明扭下去啊 对 所以我才说 检调系统包含监察院 包含很多其他的政府机关 其实应该要动起来 为什么动起来原因呢 其实各单位浴察一定会有漏洞的 那会不会民进党也不敢动 他是全 他是抓定这个民进党不敢动啊 对 他抓定民进党不敢动啊 他就是抓在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把风口 跟你口不平衡 对 跟你口不平衡啊 所以现在他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啊 所以他不是单独是新竹队啊 他到时候可能把整个民进党 全部吃下来不一定 董事长 今天大段位 郭台铭你真的选得下去吗 你知道玩真的还玩假的 今天你的副手决定以后 跌破大家的演技 赖佩霞 你有任何真实经验吗 你唯一的真实经验就是演了一场戏 所以刚才讲了 当这个新闻出来了以后 就很好奇 我现在最喜欢看到你底下的留言 第一次的留言 全剧中 get over了 我可以报告一下 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郭台铭开完这个会 他要打电话给我 打给你了 他要打给我 他跟我讲最简单的一句话 他说 董事长兄 我这次决定了 我一定要跟他干到底啊 真的假的 我对他 他真的要选到底 他选到底啊 我吓一跳 当时一阵被震得头都昏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公布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因为美丽岛插不了多少 他现在只剩下7% 8% 你学什么 你有个12% 你跟人家插个3% 5% 你还可以跟人家叫板 你现在跟人家已经插了十几%了 他的民调 他也讲他的民调现在很差 很差 然后我说民调插你要努力嘛 因为现在开始进入真正的所谓的 要联署了 联署阶段 那我认为联署怎么搞 他要过最低门槛 这个应该不是困难 讲白一句话 真的吗 我再讲最白了好不好 就是很多民进党的同志 私下帮他忙 就过了嘛 他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去鼓励他 要联署两百万份 我昏倒了嘛 我认为的 跟你连副总统都有了 你才怎么谈呢 所以这个副总统就是演戏的 真假的 演戏的演员 但是演员嘛 他还专业演员 不要开玩笑 不是临时演员 招我们去来临时 是专业演员 这真演戏 他演什么的 演总统 他也委屈了 已经当副总统 已经委屈了一期了嘛 所以这是戏 那这个戏 所以这是拔戏 拔戏 拔到在岁月出事嘛 那11月4号戏就演完了嘛 那他是跟我说 他信誓在那样干到底 那干到底 我当时一阵头昏 但是后来想了一下 其实我想想看喔 赖富对我也是不错啦 你知道吗 如果要选到底的话 赖富可能快乐一点 所以今天如果按照郭台铭的论述的话 干到底的话 那大概就是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应该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确定顺利当选 可是你怎么找了 你也太明显了 你找了一个演员 然后呢 演过总统 而且他有美国籍 美国籍我们今天算了 他现在要放弃美国籍都来不及了 不不 好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 因为以鸿海的 以这个郭台铭做事的方法 整个所谓的法律的流程 应该他考虑很周到 应该我想 在资格上不至于有问题 但我平常心想持平之论 以这位赖女士来讲的话 不要忘记 他还是 他现在大学教授 他是大学教授 他除了演员以外 他是大学教授 而他是正统的 他是正统哈佛 他是正统在哈佛的 这个哈佛读过书的 他是学经历是完整的 他的学历跟经历 他弄什么济南大学 这个济南大学 不是台湾的济南大学 是广州的济南大学 那越描越黑 郭总怎么搞个广州济南大学 可是他后面有一个 Kennedy School 就哈佛的Kennedy School 那是美国的大学 所以他目前来讲的话 他具有教育部工的 大学教授的资格 大概副助理教授的资格 但起码这个学经历 我看是完整 而且形象是好的 不是这些其他的那些演艺人员 他是一个比较正能量 正面形象 那至于这个戏 是不是到 我觉得不是完全over了 可能是 叫What's next 有下面一个篇章 大家还可以观察